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了 202中超联赛第15轮 由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生花的比赛 左边一对一 约翰超 约翰超的决定 好球 漂亮一波 再带巴索哥 巴索哥你怎么停起来 巴索哥是在 还买脚呢 这球就我们在前一直聊 有点差 你觉得他有影响 哦 这是没脚没落地 好球 余涵超 余涵超 好球 余涵超 好球 余涵超 余涵超打着他最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35岁的余涵超 这个球完全依靠他的个人能力 对 连过代射啊 简直完美 这球应该是过掉了百扬啊 这个轻轻轻一挑 过掉了之后 上前一趟 打的力量非常好 你看一个甩球 百扬这下上得太棒了 百扬上帽子了 然后这个 这个持终国这一下 防守也是第一时间没到位置 你看球甩出来才过来 他身后又不敢动 百扬上的帽子 你不会不能让一抢就过了 对 过得太轻松了 这个美米 美米这一下也不过来 根本不过来 而且最后这一下 你还知道还是凌公的抽射 抽射 这球不是贴地的球 打的更难啊 抽射打的真好这球 孙花两次射凭一次射准 一个进球又来了 无锡 无锡 再给漂亮 余涵超 这球倒地 这个球是点球 给了点球 给了点球 美米 这球是美米 应该是自己滑倒了 我感觉 好像不是故意 好像不是故意想去趴在地上的 撞人 看看邹德海 能不能孵出来吧 助跑 巴索哥 巴索哥 巴索哥有变化 巴索哥推进了 这赛季的第三个联赛进球 这样的话 上海鲜花在客场2比0 领先北京关了 没问题这个点球 巴索哥推得非常冷静 这个他相较于我们之前聊 赵羽宁那个球 这两个点球 他推的地面球 就是地面球 赵天忆再给幼路王刚 看王刚怎么选择 选择这些打门 有折射 达布罗再弹 还有张玉宁 张玉宁 我最后这一下 这个球有没有点球 再给张玉宁 一停 再一波 出来之后 反抢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应该是膝关节碰到了 膝关节碰到了江祥佑的膝关节 这个他俩是膝关节上有接触 这一下巴索哥 这一下巴索哥差一步 巴索哥是怎么了 完了 他拉枪了 他马上做了一个换人的手势 一度大家觉得说神花这是要冲着联赛冠军去了 这是场地的灯光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也是我们说有的时候新场地 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 藏镜 背心 还有进来了 能不能传起来 关键的补防 靖洋洋 张锡哲 张锡哲 没有压住 能不能传起来 中路有机会 余大宝 余大宝 打到了立柱上 还有 果然今天也不走运 上下半场 左右立腹各一次 对 这次是绝对的好机会啊 江河佑也是没劲了 那这样的话时间应该说就差不多了 好 这时候张锡吹向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扇星花在客场 2比0战胜了北京关 这样在 他们在棋榜上 已经杀到了第四位